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名白锦齐 白家因喜脉事件与詹王府结院 直接导致白草厅被冲公查封 老太爷去之后 二奶奶接棒管理权 靠着过人的智慧与手腕 成功地收回了全部股份 白锦齐长大后被老母赶出家门 带着媳妇黄春去济南闯荡 一抛详荡荡了两千两银子 靠着秘方与眼光 短短两年便打下了偌大的事业 并娶了杨九红当姨太太 但因她出身姚姐 二奶奶坚决不承认 韩荣发被锦齐赶出家门后 伺机报复 危机时刻 朱顺献身解围 杨九红在北京生下了女儿 却被二奶奶无情暴走 等怀二胎时 依然要回济南 车站锦齐含泪放行 火车的轰隆声中 大清亡了 从此故事从辫子戏 正式进入民国 以敬业与嘉丽的年龄判断 目测应该直接跳到了十多年后 大宅门的时间跨度比较飘忽 很多细节较真对不上 观其大略就好 这天二奶奶带众人来参观 紧急的新宅 太景王喜光成了新宅的总管 此时出现了一个全新角色 丙宽叔 他应该是个老仆 但此前并未亮相 之前偶有戏份的胡子头却消失了 导演并未交代 是否为同一角色传承 反正性格是很不一样的 胡子头终成刚烈 而丙宽是一老一少的代表 清朝早亡了 却舍不得捡辫子 太监 都没良心 杨孩子都没骗子 我他们臭你 紧急与二奶奶闲谈中 交代了杨九红的近况 当年乘火车逃离北京 由于太慌张 在路上流产 这更增加了二奶奶的怨恨 这十多年 九红一直住在济南 紧急自立门户 打算把他接来新宅住 二奶奶倒是没意见 你的地方你做主 反正在我这儿就是不能认 自从成了七爷的老丈人 伍贝勒总想得空挂点好处 这天约了王喜光 听说紧急要在海淀 造个花园子 施工项目可是个大肥差 还望王总管美言几句 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两个人唠嗑了功夫 门口有个神秘的草帽小伙偷听 同学们老角色预备返场了 王喜光说了好处积极游说 花园子工程包给你老丈人算了 说着走到了门房 丙宽叔正在打盹 紧急突然发了孩子气 悄悄摸进去 一剪子把那个几十年的老辫子给搅了 这下仿佛剪了丙宽的子孙根 哭哭啼啼跑去跟二奶奶告状 由此可见 丙宽跟白家是多年的主仆关系 非常亲密 在前面愣是没出场 确实不太合理 这天七爷到海淀 视察花园子的地址 跟包工头提了诸多要求 全套电气化配置 布局陈设必须按设计图走 王喜光游说成功 武贝勒居中大致相当于监理的角色 包工头很快把报价合出来 武贝勒一看太保守 才加了两成 贪污嘛 步子要卖的大一点 至少在这个预算的基础上 再翻一番 我那个土豪女婿花钱没数 不用替她省钱 这番话同样被门口的草帽神秘男听去 很快九红举家从济南 到了北京新宅 同行的还有之前把九红卖去妓院的无良哥哥 锦琪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种烂人 但九红也想通了 再烂也是个娘家人 没有娘家人容易受欺负 十多年间 锦琪也就回了济南两三次 上回还得追溯到三年前 他俩是真的饿了 打发走了下人 顾不上时辰 想来个白日轩迎 一封信来了个透心凉 晚上在折腾你 送信的是九红的哥哥 说是禀宽叔在门口捡的 锦琪一看信大怒 立刻把王喜光耗资问 怎么贪污如此不小心 信上可都写得明明白白 王喜光本想跟着刮点游说 可谁曾想到还没亮相 酷得就被八个金光 他狠命找捕 总算勉强置身事外 只不过伍贝勒的监理身份 还没正式开工就卸任了 两个棒锤在酒楼互相指责 这回伍贝勒却是冤枉 钱还没到手并未透露半句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隔墙有耳 这天锦琪的新宅唱堂会 老太太坐镇C位 不时响起叫好声 万小菊仍然是 红透黎元的超级明星 台下的白玉婷 见了偶像完全失去了理智 手势金银 成批的往台上撒 是毫无悬念的榜一大姐 院子里热闹非常 后堂却冷若冰窖 酒红是个二奶奶 不予承认的野生姨太太 压根没有资格练习堂会 从物质供业上来说 酒红并不匮乏 吃穿住用都是豪门标准 但论社会地位 却出于鄙视恋的末端 锦琪到底对自己怎么样呢 酒红心里这杆秤 掂量不明白 跟红花嘟闹着 要不咱还是回济南吧 那边万小菊刚下台 进了屋 锦琪看到告诉老七 没结婚的大闺女 带着一个有妻式的男人进房 传出去要换名声 锦琪被妹妹的屋而去 刚好撞见了万小菊 慌里慌张的出来 嘴里喊着惭愧得罪 一溜烟跑了 扮演者宋小川 是真正的黎原行家 曾在霸王别姬里 担任张国荣的金居老师 锦琪知道妹妹喜欢万小菊 富家小姐太太 追个娱乐明星倒没什么 但社会身份的界限不能乱 玉婷也不藏着掖着 我就是要嫁给万老板 二十九岁没出格 等的就是她 这通书出在那个时代 称得上阵龙发聩 旧社会 戏子和姚姐的地位不分伯仲 几句话把锦琪压了个没脾气 玉婷从小锦衣食 蜜罐里泡大 龙生九子子子子不同 锦琪成了活土匪 而妹妹是个纯爱战士 只是玉婷没有孝道包袱 也不承担太多的家族责任 惹急了亲妈我也不给面子 妹妹闹腰 那边的火更猛烈 老太太内急想解手 走到后堂 九红躲闪不及 狭路相逢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此前无论打得再凶 都是隔着个白锦琪 双方并未真正的面对面 老太太的表情 先是微微惊讶 又瞥了一眼左手边的嘉丽 果断叫住了想走的九红 这是哪个屋的女人 如此不守规矩 围观群众大气不敢出 九红搭了着眼干巴巴的回答 我是嘉丽的娘 二奶奶阴阳怪气的问嘉丽 可曾认得 不是 我没有娘 你听听 母亲的话就是圣旨 紧其哆嗦着慢慢靠近九红 眼看巴掌就要扇上去 白三爷化着戏装 跳出来查科打魂 二婶下面到我出场了 你可必须捧着 三爷一打岔 二奶奶的尿意来袭 也就顾不上九红 众人跟着一哄而散 两人僵在原地 九红面色恐慌的跑回房 拿起剪子想了断 生生的被红花夺下 他一气二奶奶的蛮不讲理 二气紧其的是非不分 最捅心窝子的 还是亲生女儿嘉丽的冷漠绝情 红花赶紧去报告七爷 九红死意未息 又选择了上吊 紧其在母亲旁边陪着走不开 大颗紧一闻讯 赶紧去救火 其实白嫁除了老太太与嘉丽 其他个房头对九红算过得去 九红鬼门关走一遭 也是想明白了 死了正好中了老太太的意 活得好才是更坚实的示威 新家的电网已铺设完毕 紧其怕漏电走火 命令十二点以后 必须拉闸点火烛 对夕阳的新玩意儿 他始终带着些戒备 拉完了闸 家里的房间还晾着 便进去聊聊 女儿正趴在桌上泪眼婆娑 别人都母慈子孝 我怎么摊上这么一玩意儿 有个姚姐母亲 人钱都矮半截 孩子是一张白纸 画上什么是什么 二奶奶多年的仇恨教育 造就了如此的局面 家里接下来把枪口对准了老爸 跟得上还是你的问题 安慰完女儿回房 九红在床上背着身一声不吭 紧其本想赔个不是 却被硬核的打出去 想了想还是得回去接着哄 毕竟十几年夫妻 对紧其的钢铁马宝男体质也习惯了 一来二去终于蹭上了床枕边和好 这天炳宽猪给伍贝勒送去了一百两银票 二奶奶养了只小狗 伍贝勒给找了个不错的抱狗丫头 钱用来给丫头的家属 这时小四在门口喊七爷驾到 可出门却没找见人 这是谁拿我打产呢 转头进屋 银票却不翼而飞 伍贝勒终于怀疑上了草帽神秘男 死扯两下 发现银票贴在了自己背上 晚上武威勒晃荡着往家走 草帽男推着板车跟着 他正是几十年前 在永乐镇跟景其有过一面之缘的神秘人 小伙把武威勒制主裹进了草席 带到海滇黄庄一带的菜园子民房 武威勒醒了后 以为是绑票额银子 作为贵族破落户 好多年没有这种待遇了 男子一言不发 这时李屋走出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正是当年逃走 去找孩子的占辅大格格 并不难猜 小伙正是黄春失散多年的兄弟 名叫黄丽 一位丽春生的一对龙凤胎 当年被卖给了人贩子 看来是找着了 四十多年过去 武威勒早把那段风月忘了个干净 大格格跟儿子配合默契 回忆一段就扇几个逼兜 情急之下 武威勒把儿子闺女抬出来求饶 大格格用手一指 闺女早找着了 儿子现在也给你 大格格眼看要出人命 劝儿子收手 但黄丽压抑了几十年的怒火 烧起来没法停 思考间不申把老娘掀翻在地 第二天 炳宽叔打开宅门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武威勒 紧急听说老丈人遭到毒打 立刻赶来 被亲生儿子打成了半死 武威勒这个混蛋终于懂得反思了 自己这辈子确实做了不少孽 此处编剧回收了一个重要伏笔 那年嫔妃命案 幕后的黑手正是慈禧太后 而武威勒无意之中成了帮凶 为了向白家复仇 他买通了受药房的太监 在白大爷开的药房里 加了一位干随 可以说整个大宅门故事的源头动力 就是他 如果回到几十年前 锦奇恨不得活寡了武威勒 可如今也只能感叹 命运像一个玩笑 武威勒一辈子祸祸人无数 林了还有个翻人悔悟的时刻 从这一点来看 比韩荣发还是要强点 我是罪友 赢得 锦奇命人安排好后事 我为了临死前 说出了大哥哥的住址 锦奇立刻带着黄春赶去 可到了菜园子 却人去乌空 房门虚索 炕上放着个包袱 里面正是那年锦奇 送给黄历的一百二十两银子 分文未动 这个菜园子离锦奇的新宅 也就二里地 摆明是躲了 黄春很不理解 这么多年为何不相认呢 这条线的剧中的交代比较减省 当年黄历应该是 已和母亲大哥哥团聚 演了一出苦肉计 是想试试锦奇的人品 看他仗义勇武 才放心把妹妹托付 回家路上 顺便去看一看香菱 香菱的倒霉老公 詹葵喜是詹鱼的儿子 听说溥仪要复位 赶紧把官服办上 大姑 什么大姑 溥仪往成券里地捐 他狗屁他都不是 走的时候 锦奇坚持把姑奶奶雅萍带着 天天对着这么一姑爷 还不够恶心的 锦奇的海淀花园的工程 已基本完工 里面亭台楼屑 荷塘翠竹 春上花木 下壁岩鼠 分外雅致 这天老太太带着众人来验个货 突然发现 名叫大顶子的狗狗不见了 此前一找过好些个抱狗丫头 都待不住 糟心 王总管找来找去 池塘边一个乡下丫头 正在给狗带草圈玩 丫头自称香秀 住在附近的村上 爹地正在那边干木工活 二奶奶看人狗自来熟 便为香秀 愿不愿意来宅门里 天天跟狗玩 不愿意 香秀说不愿意 应该主要是恶心 王喜光的嘴里 二奶奶倒是不戒怀 她天生倔强 也自然喜欢倔强的人 王喜光立刻去说服 香秀的父亲 这可不是卖丫头 你想女儿了 可以随时来看 四季的吃穿用度 都不用操心 你想服去吧 多少人想八戒都八戒不来 这差事 为了找合适的抱狗丫头 王喜光没少挨骂 这次必须拿下 一咬牙 答应给五十块银元做补贴 可这五十块 到了二奶奶的面前 就成了五百 王喜光中间商 近赚四百五 缘分难寻 二奶奶并不计较 明天就让香秀进宅子 所谓人靠衣装 经过一通捣翅 香血丫头香秀 穿着碎花衣 闪亮登场 更显俏皮伶俐 二奶奶发了话 以后香秀只负责抱狗 其他的杂活 一概无需粘手 可香秀的表哥 朱福一听不干了 北京城 现在买个丫头 怎么也得两三百 这不欺负老实人骂 等我去battle 朱福在后巷 堵住了王喜光 说家里人后悔了 这五十块 你拿回去 俺们还是想要闺女 王喜光是在宫廷里 换了几十年的老油条 最擅长对付市井之徒 白家大宅门 是随便进的吗 哪凉快哪待着去 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相声 什么你叫朱福 是福气的福吗 朱福爱了一通挤兑 撂下了狠话 咱走着小欧 虎贝勒虽然是个混蛋爹 但生前忏悔 也算迷途知返 于是黄春主持 在菜园子旁边给立了杯 并精心布置小屋的家具陈设 巴望着哥哥黄历 与母亲也许能回来 这天二奶奶让淮花丫头 给七爷送一些英国的鼻烟尝一尝 仅其可是行家 仪式敢做的很足 先以茶喜目 一吸果然是上等货色 随口聊了两句老太太的近况 对淮花这个丫头印象不错 这时九红进来 淮花立刻起身告辞 下面微妙了 她只跟连心携手出去 完全把姨奶奶九红当空气 二奶奶手下的丫头 自然是看不上这个妖姐 老太太牛逼 九红忍了 相比之下一个丫头的傲慢更加扎心 仅其也只能祸悉泥 别跟下人一般见识 你身上这是什么味儿 九红身上的味儿是来自鸦片烟 仅其虽然浑 但从不碰毒品 一气之下把烟锯全砸掉 自从进京后 那个满怀生活希望的九红消失了 每天无所事事 醉生梦死 仅其明白九红心里苦 但她无法感同身受 人不是有吃有喝就行 还需要亲情与社会连接 这些九红都渴望而不可及 鸦片是九红绝望生活里为数不多的寄托 起码能延缓痛苦 比什么都没有能强点 星期沉默两久 罢了 抽就抽吧 遭挤兑的猪服开始反击 先给马夫套近乎 知道了二奶奶的行程 这天堵在门口卖惨 二奶奶对这种人心里的小九九门清 说说大天去就是还想要钱 五百块都不满足 你们这叫贪得无厌 我呀花了五百块大洋啊 诸服一听五百立刻明白了 是王总管卡了一点中介游事 王喜光在车后面听得已脑门子汗 还好诸服并未当众捅破 点头哈腰请安退下 二奶奶走后 诸服挺直了腰板 攻守支持义业 现在等于是攥住了王喜光的小辫 诸服也算是个小包工头 还有些远见手腕 并不贪图眼前的这几百块 到了九楼狠命的八戒 以后有什么差事 您尽管吩咐 王喜光见诸服上道 便投桃报李 紧其最近打算建一个药行子弟小学 正在找建筑供应商 承诺跟齐老爷说一说 看能不能包给诸服 下面又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这天紧其见香秀 俏丽可爱 就上去硬斗 香秀还没见过齐爷 毫不示弱 拿开你的脏手 老太太正在屋里打麻将 年近七十 精力有限 摸着摸着竟然睡着了 三个人大眼动小眼 紧其进来瞅着直乐 原来母亲胡妖姬 就让姑奶奶打一张 妖姬 活了 二奶奶主打一个意在行不在 紧其得知香秀是母亲身边的抱狗丫头 目光便忍不住往姑娘脸上瓢 她也是个贱骨头 越不怕她越有兴趣 打牌见西 二奶奶提到三十多还没有出嫁的女儿 怎么听说她迷上了个戏子 镜头一转 玉婷正在戏园子里捧场万小菊 二十年如一日粉一个人 绝对是粉圈女孩楷模 对面的关进山 与詹葵喜指指点点 满金城没有人不知道 白家戏小姐是个大龄花痴 这关进山是关绍仪的儿子 供职于段祺瑞的军务系统 戏一散 玉婷就在戏院门口候着 一会儿万小菊带着媳妇和儿子出来 玉婷命车夫紧盯 到了万宅门口 眼睁睁看着偶像回家 脑中浮现出嫁给万小菊的幸福生活 每天狼情窃义如在天堂 再生个大胖小子 毕竟梦里什么都有 一声闷雷惊醒了美梦 Terry凌晨 玉婷没有回家 而是跑去了哥哥的新宅 把门房到丫头全吵醒 仅其以为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玉婷还是老一套科 我要嫁给万小菊 紧急让众人去睡 坐下来全方位无死角的说服妹妹 大清虽然亡了 但封建价值观仍有强大的惯性 戏子可以有影响力 但仅限于娱乐圈 出了戏院仍被视为玩物 可玉婷不管这套俗礼 所谓智者不入爱河 但玉婷压根不想当智者 对万小菊的爱 是她存在的全部意义 反正提心的事交给你了 任务布置下去 方法灵活掌握 三十多年没求过七哥什么事 就这一回 在旧社会 爱情大多是婚姻的附属品 很少有独立价值 紧急这番认识 已经超过同时代99%的人了 好歹把摩证妹没安抚住 找个时间我就去说 但不保证成功率 刚把玉婷压下去 儿子静一夜又出事了 这天扑上来电话 说几位业务骨干要集体辞职 紧急立刻赶去 大哥锦仪正在堂上 跟静一夜兑线 原来是九转金单供不应求 静一夜为了提高产量 选择偷工减料 反正老百姓也吃不出来 头二爷许先生 等老人看不下去了 选择用辞职抗争 紧急从小就知道 商业信誉千金不换 对静一夜的混蛋行径 大家呵斥 扁上写着 修和无人剑 存心有天知的祖训 你是一个笔画 也没往心里去 本来是件家丑 但锦旗不想互犊子 况且这事也瞒不住 与其让别人保贬 不如化被动为主动 决定明天在药行会馆开会 当众说清楚 有问题的九转金单 大约有七万两的货值 锦旗要一把火烧了 以示改正的诚意 这场危机公关 反而成了最好的品牌广告 修和无人剑 存心有天知 锦旗一声令下 大火腾起 将不合格产品复制一具 头二爷与许先生 也烧掉了辞职信 敬业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 认错态度很糊弄 开完了宫审大会 锦旗想拜托二位先生 带敬业去安国办药 就像二十多年前的自己一样 跟着出去学学本事 敬业心里是一万个不乐意 他是个大学生 打心眼里看不起药行 但有恐惧老爸 只能先憋着 锦旗的公关活动固然漂亮 但危机正在逼近 账房会计列出了几项亏控 宣统皇帝被冯玉祥 赶出了紫金城 原本宫里欠着22万两的药款 段祺瑞政府说 你去找溥仪药 前朝的账我们不认 从南方水运的两批药材 遭遇劫匪 至今下落不明 这还不算 隔天关锦山代表军方 又来摊派军饷 这次你们药行 要负担50万两 白家是龙头大户 至少认一半的份额 其老爷才大气粗 一把火就烧了 七万两银子的药 绝对不差钱 弄得紧急哭笑不得 静爷不敢违逆父亲 去找奶奶抗议 全家只有您说话好使 唯一国文系毕业的高材生 怎么能干那买药卖药的下等事呢 放到几十年前 二奶奶肯定大嘴巴删上去 可俗话说 隔代亲 抱孙不抱子 欣软答应了 让槐花丫头跟着 大孙子能少受到罪 不日启程 静爷在路上咸酸怕辣 一副娇少爷嘴脸 两位先生觉得不妙 虽然今夕场景差不多 但这位祖宗 可比不了20年前的七爷 他那不蒸汽里头 就透着那么一股的蒸汽 您再瞧瞧后面那位爷 两位还是低估了 静爷的破坏力 什么要王庙开市一市 不要打扰爷睡懒觉 大排档的菜呢 是人吃的 要采购的差不多了 才不勤不愿的 去街上转一转 以上还只是开胃菜 晚上槐花惊慌失措的回客栈 大爷出事了 你们大爷 在我们那输了12万银子 说拿不出钱来的 头爷着急上头 倒并不是有意难为槐花 众人立刻赶去赌场 可不能让大爷遭遇毒打 道劲一看 恰恰相反 静爷正在床上悠闲的抽大烟 旁边还傍着个摇紧 头爷从夜40多年 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少东家 头爷决定带着槐花 先行回京 怎么也得拿钱 先把人输出来 只能跟七老爷说 不能让二老太太知道 回京后 二人没有赶回家 约了锦旗在酒楼见面 头爷痛哭流涕 请罪认罚 您儿子可比您猛太多了 我甘拜下风 说着掏出了辞城 锦旗马上安抚头爷 您的品行无需证明 他一是痛恨儿子不争气 二是也确实拿不出12万两 刚才提到的那些烂账 加起来有80万两 全打了水漂 别说12万 就是12万2 现在也拿不出来 交头烂额之际 九红拿出了12万两银票救急 锦旗很惊讶 我平时给了你这么多生活费吗 九红有缘在先 说出钱款的来源不许翻脸 反正没偷没抢 这是我哥哥嫂子放的印子钱 印子钱没有不沾血的 这钱我不能要 印子钱就是放高利贷 50号的信用体系脆弱 印子钱背后往往有暴力组织参与 所以锦旗才说沾血 无论中西 放高利贷都是被大众舆论 普遍厌恶的行为 锦旗嘴上说不要 但行事比人强 近夜再拉胯 也是亲生骨肉 半推半就 领了九红的情 下面导演荡开一笔 刻画了一条支线情节 快过年了 锦旗亲自赶车采买年货 他从小喜欢市井生活 草帽变装 倒也自由畅快 不过他的喜欢 主要是出于 采主猎奇与找乐子 导演郭老昌 安排了一场 牲口吃包子的戏 把这种心态 展现得相当传神 豆乐背后 其实潜藏着微妙的批判 吃完包子 赶车走在街中央 一面来了个光头壮汉 拒绝让路 两人同时激活了陆怒正 七爷果然功夫了得 踩着鼓点 跟李逵掐架都没吃亏 壮汉从水里爬上来 秒变小花猫 哭哭啼啼的说 这双鞋是按媳妇刚坐的 锦奇怕女人哭 更怕男人哭 拉着去鞋垫 叫掌柜的好生招待 说完便拍屁股走人 掌柜的怂恿壮汉 多来几双 六口人是吧 那就六双 反正都记在七爷的账上 他花钱没数 壮汉捧着两块 大洋一双的新鞋美滋滋 听说有钱的财主 是不一样 回到家 马夫说大爷回来了 锦奇一听 火蹭的窜上来 顶着铁脸 踹开静夜的屋门 这位祖宗可好 跟没事儿一样 歪在床上吞云吐雾 所有举动 全押在锦奇的厌恶点上 立生命儿媳妇出去 关门上锁 执行家法 静夜留墙根 咽唾沫 这败家儿子 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就是拳脚 儿媳妇赶紧去找婆婆黄春 两人在窗外苦苦哀求 锦奇自小被揍大 且天生不会哭 认为求饶是懦夫的行为 儿子叫的越惨 他越火大 中年逆反劲上来 谁也拉不住 抄起门口的木棍子 眼中溢满杀气 黄春赶紧把昏厥的 保卫儿子送去医院 退折了会留下残疾 晚上黄春哭哭啼啼 埋怨老公守黑 他也知道今夜该打 但打瘸属实是过分了 赶明见了老太太 你怎么交代 白锦奇天纵之才 怎么会生这么个败打儿子呢 其实这很符合回归军职现象 老话讲富不过三代 不妨将近夜 看作白家衰落的信号 如果财主的后代 继续能干勤奋有才 这阶层不就彻底固化住了吗 白家儿子才更符合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妹妹玉婷 派下来的提亲任务还没完成 这天紧其拜托 同系班的陈爷 其爷代为传话 人家万小局的态度很明确 不行 万老板的大儿子都二十多了 白家堂堂七小姐怎么能去做妾 当事的围观的 所有人都反对这门婚事 紧其也理解 料到了八成是这个结果 晚上去向妹妹复命 妾有心狼无意 哥哥真是尽力了 玉婷一听大哭 紧其只能有嘴滑舌 逗妹妹开心 再改名找个小鲜肉 让牙后悔一辈子 玉婷破题为笑 可一天说是请托中间人不干了 你七老爷必须亲自去 才有分量诚意 不去我就继续哭 刚应付完妹妹的暴击 九红与嘉莉接茶序上 火星撞地球 两人都住在新宅 九红数次在窗口偷看亲闺女弹琴 这天终于鼓起了勇气进屋 嘉莉全程余光扫射 以示亲密 九红想跟女儿好好谈谈 当年被哥哥卖给妓院 又不是我自己选的 坐牢还讲究个刑满释放呢 还没讲完便被嘉莉打断 经过奶奶多年成功洗脑 九红在她眼里只是污点 而无任何亲情可言 这时紧其进来拼命的救火 谁也没说嘉莉不是你女儿 可九红不依不饶 今天必须给个准话 紧其陷入了伦理悖论 逼嘉莉叫妈等于是忤逆老太太 听老太太的必然委屈九红 那就只有沉默一个选项了 当年玉芬和紧其都曾警告过九红 入了大宅门 心许有遭不完的罪 如今全盘应验 拉闸后的宅底一片漆黑 灵芯有月光洒在某些角落 嘉莉的苦情有七根弦 可七爷不知该怎么谈 嘉莉最终会认杨九红吗 爆狗的丫头香秀 跟锦奇会产生什么火花 被打瘸的敬业会改邪归正吗 一直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了大家没这第六回就聊到这儿 如果觉得这期做的还行 就转评再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鼓励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雨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